离弃 着实让人离弃 已经死亡的人还能给警方打电话 愤怒 着实让人愤怒 男子好心帮助自家亲戚 却因一部700元手机 被自家亲戚残忍杀害 并砍掉头颅 妥妥的现实版农夫雨舌 时间2010年2月4日 地点贵州省都云市 这天一早 当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城河里突然出现一个 渗红色液体的编织袋 希望民警可以来帮忙打捞下 随着打捞工作的逐步进行 民警越发觉得这个编织袋不简单 当他们解开外面的绳子 拿掉编织袋后 一个绑有红色毛毯 类似人形物体的东西映入眼帘 不出意外 毛毯里包裹着一具男性尸体 而且已经没有头颅 双手双脚还被反绑在身后 通过法医进一步尸检后 发现死者年纪在40岁左右 身高在1米6左右 死亡时间在24小时内 手上有大面积的反抗伤以及老姐 加之死者所穿衣物比较简单 戴的手表也是几十元的 法医判定死者应该是一名物工人员 而且是做重体力活的那种 很明显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分尸案 而且发现尸体的地方 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确定案件性质后 就需要判定这起案件的动机 眼下 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死者身份 由于案发现场没找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相关信息 加上头颅也不在 凶手在极力掩藏死者身份 能得到死者的身份信息 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到城市里物工的工人 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从而招来杀生之祸 随后 侦察员从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开始查起 看看在案发时间段 有谁来过案发现场 通过一段时间的查询 警方还真的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2月4日凌晨 在离案发现场200米的地方 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 由于监控视频很模糊 警方并不能清晰看到男子的样貌 但他后座的编织袋引起了警方注意 这个编织袋与合理发现的编织袋很相似 同时 凌晨两点都是睡觉时间 男子独自来到案发周边 自行车不是骑着走而是推着走 由此 警方判定 该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要通过这一段段模糊视频找到这个人 难度很大 死者的身份还没确认 现在又增加一个视频男 案件的侦破不知道是前进了一步 还是倒退了一步 但可以确定的是 警方在河里发现一具尸体的信息 在当地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近人皆知 也就是因为这样 在当天下午有一名市民来到公安局 说河里的那名死者很有可能是自己的表哥 通过了解 他的表哥在两天前突然失踪 现在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年纪和身高基本和死者相同 当警方拿出死者所穿衣物和所戴手表时 他表示表哥有这样的衣物 但手表有没有就不是很确定了 对于这条线索 都云警方高度重视 立即对失踪人进行了调查 原来失踪人叫无间 三十多岁 一直在都云市做米粉生意 就在他失踪的前几天 有人看见过他与一个名叫周宝平的男子大打出手 通过走访调查 周宝平平时靠送米粉为生 而且经过比对 他与之前警方在监控中发现的可疑难高度相似 随即 警方请周宝平回派出所喝喝茶 并询问起他2月4日凌晨左右的行踪轨迹 周宝平承认监控中的男子正是他 自行车后座驼着的也只是米粉 但对于为什么要那么晚去送米粉 去送给谁 周宝平都闭口不谈 只是说自己说了 只会给老客户带来麻烦 周宝平的异常加大了警方对他的怀疑 由于死者头颅还未找到 同时死者DNA与吴建亲人DNA比对需要一段时间 警方并不能判定死者就是吴建 更不能判定凶手就是周宝平 但直觉告诉警方 周宝平还有很多是在隐瞒他们 就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破了僵局 这通电话让警方感到一次恐惧 也感到一次疑惑 经过调查 打过来的电话号码的确是吴建的 通过亲人的回拨确认 声音的确是吴建的 很快在警方的传唤下 消失几天的吴建现身了 他承认自己和妻子赌气才失踪 打电话到公安局也是气头下想到的恶作剧 吴建的现身也排除了 周宝平的嫌疑 对于他之前的种种异常 只是因为他与吴建妻子有不正当关系 最终这场闹剧收场 由于周宝平的不配合 让警方错失了大量侦破案件的黄金事件 也让警方工作回到了原点 将之前得到的所有线索进行总结后 警方认为死者为物工人员 那他有可能住在出租屋或者农民工具基地 警方对这些地点进行了重点排查 可由于案发时间已到腊月 大多数工地已经停工 工人都回家过年 警方的排查工作推进很困难 与此同时 另外一路侦察员还在寻找头颅 既然身体部分都在河里找到 那头颅会不会也在河道中呢 通过一段时间的搜索 侦察员并没有找到头颅 但让人感到庆幸的是 侦察员在河里发现一个编织袋 编织袋里有一把刀 几件衣物 这些物品上都有大量血迹 通过检测 血迹正是死者的 但关于凶手的痕迹 技术人员并没有在上面找到 不过在血衣的口袋里 技术人员找到了两张纸条 如果你是贵州都营人 应该知道这种纸条有什么用处吧 这种纸条都是农村人送礼后 用来登记的账本 这个账本上有一些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或许通过这些就能查到死者的身份 这时负责外围调查的侦察员也传回一条信息 有一个出租房房东向他们反应 有两个租客在案发后就突然失踪了 通过对房东的询问 他只知道其中一个男子叫高秀平 另外一个有点驼背 两人都是麻将线人 随即 侦察员对两人租住的房间进行了勘查 一进屋 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整个房间看着很干净 很整洁 就向有人故意收拾了一遍 通过技术人员的专业勘查后 他们在屋内发现大量血迹 通过检测 这些血迹与河道里发现的死者的血迹高度吻合 这说明死者极有可能是高姓男子或者驼背男子 导致 警方找到了距离抛尸地两公里的第一现场 同时确定了死者可能是高秀品或者是驼背男子 但要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呢 警方想到了之前的账本 通过拨打上面的电话 并向他们描述死者的衣着特点 以及手表 他们都说此人可能就是高秀品 并提供了高秀品的家庭住址 很快 侦察员就来到了高秀品的家 通过DNA比对 侦察员确定了死者正是高秀品 通过对其家人询问得知 高秀品之前一直和一个驼背男生活在一起 这与房东反映的情况高度相似 现在高秀品已经死亡 那与他同住的驼背男就有重大作案嫌疑 通过进一步的走访了解的 驼背男可能就是高秀品 是死者高秀品的老乡 据村民反映 高秀品由于性格孤僻 即使四十多岁也未成家 不久前 高秀品和高秀品因一些玩笑话还大打出手过 高秀品的嫌疑再度上升 有了这些证据后 侦察员打算免费上门给高秀锋送一副银手装 面对突如其来的侦察员 高秀锋似乎并不惊讶 只是有些茫然 面对警方的询问也是答非所问 他们问一句 高秀锋回答一句 他们不问 高秀锋也不回答 眼看这样耗着不是办法 侦察员打算对他家进行搜查 没想到还有重大发现 一个挂在房梁上的编织袋 上面还有大量新鲜的血水往下滴 难道编织袋里装着的是死者的头颅 我们民警去打开编织袋的时候 都给自己打气 好像要做好心理准备 当时用手摸那个袋子的时候 感觉软软的 当时心里一惊 如果真是头颅的话 高秀锋必是凶手 可让侦察员打开编织袋后 却发现里面是生肉 是高秀锋带回家打算做腌肉的 诸多线索都指向高秀锋 可就是没实质性证据证明 高秀锋就是凶手 即使侦察员怎么询问高秀锋 他都是答一句回一句 完全不留破绽 看样子 只有警方自己去寻找一些强有力的证据 高秀锋才会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随后 警方对高秀锋以及高秀锋进行了调查 重点找出两人的矛盾点 当警方排查到高秀锋的老乡时 他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之前他去过高秀锋的出租房 当时和高秀锋同住的人叫杨驼贝 难道杨驼贝就是高秀锋 几经周折警方得知这个杨驼贝名叫杨光新 并不是之前的高秀锋 他和死者高秀锋是老乡也是亲戚 为了向杨光新询问相关情况 警方来到了他的家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看到警察的杨光新笑了起来 杨光新今年33岁有点驼贝 由于高秀锋不善言辞 家长也驼贝 让警方误以为与高秀锋住在一起的那个人是高秀锋 随着杨光新的导案 警方终于得知这起案件背后匪夷所思的杀人动机 杨光新和高秀锋是老乡也是警戒 由于杨光新身材矮小 身体多病 好心的高秀锋就把他带到自己身边 希望他可以在自己的帮助下做点灵工 赚到钱来养活自己 然而高秀锋的好心并没有得到杨光新的任何回报 在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2月2日 高秀锋发了900多元的工资 拿出其中的700元钱买了一部手机 另外200元打算和杨光新一起出去吃点好吃的 可杨光新并没有关心是否可以吃到好吃的 而是看到那部手机 就是从那时起 杨光新就有了想杀害高秀锋 得到他的手机和钱财的想法 当天晚上 等高秀锋睡下后 杨光新挥起土刀 将其残忍杀害 在杨光新的供述下 警方在距离抛尸地两公里外的河里 找到了高秀锋的头颅 杨光新被判死刑后 他的父亲觉得不会做高家人 甚至抬不起头来 到处借了200元钱 并将家里所有粮食和猪送到了高秀锋家 算是赔罪